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年我就是迈向加入影视窗60年了 恭喜嘉宴姐 也是值得去做一个纪念的演唱会 但是我听说很多人只要要拿这个党旗 那我希望他们让让我这个前辈吧 明年除了是嘉宴姐加入演艺界60周年以外 还有以下这件大事 让嘉宴姐双喜临门笑到何不拢嘴呢 好像儿子明年也有一个大喜事 要跟妈妈一起庆祝对不对 对对明年我们在准备我的分离 对对 但是现在还在筹备当中 嘉宴姐有没有给点意见帮忙一下 给我们婚礼 因为他求婚成功啊 就给我一个喜事了 让我更旺了 对了那现在安排就是应该是明年吧 很多事情还没安排 我们慢慢慢慢来 等他的未分妻的爸爸妈妈到了香港 我们在商量怎么算什么日子 我们就尽快告诉大家 彭加利早前在首个个人演唱会上 请到王祖兰做嘉宾 和唱之外更加大放笑淡 现场气氛好得不得了 祖兰这位好朋友这么有义气 难怪Angela有机会 也要去捧她的场了 真的很谢谢她 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很忙啊 那她那么忙还来帮我 那我知道她在东莞啊 很快就有她自己的演唱会 还有她已经请了很多嘉宾 就是老表的那帮嘉宾 然后我就 我希望我尽量安排 如果我可以的话 我都希望我可以去东莞去支持她 一定要去买票自己进去看 要有撑人气对不对 演唱会也是刚刚结束吗 怎么样觉得这个效果自己满不满意 其实也挺好的 因为之后反应都很好 非常不错 那还有一些美国 还有国内的一些公司都有邀请我 可能会 我希望很快就有机会 可能再做一些 比如说是比较 为母小一点点的 分享会那种感觉 也希望有很快有机会再做 不如有机会 吴了 去吧 感谢观看